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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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我記得幾個月前來的時候 接下來的星期我就去柬埔寨 希望有機會跟大家分享柬埔寨的 神的怎麼應運的討告 不過我今天講的心意更新的討告 也是我今年一月退休之後 我發現神給我有新的領受 我發現討告真是有力的 那我自己覺得你退休做什麼呢 我第一件事我就要去學習討告 每天去討告 當我去討告的時候我要看到神 因為傳福音有時看到人的生命 為什麼做來做去都是這樣的 我是用討告祈求神 改變人的生命 這些討告的經歷裡面 引致到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這個題目 叫做心意更新的討告 那就不是教你講回道理 而是真的希望能夠 怎麼跟大家一起體會 心意更新的祈禱 其實不容易說 當我想到現在怎麼講的時候 我剛才講的心 心如何跟天父的心一同的討告 不過我感恩 神給我今天也有機會 在這個時間 神和我一起同工和大家分享 那我就 是不是按這裡 啊 不是啊 OK 那其實呢 我剛才跟你講 我去柬埔寨回來 有一件事 令到我都不知不知所措 就是 我交托了我的花 我喜歡種東西 我交托了我的花 植物呢 就交給我的朋友幫我種的 那回來 想著 你給我吧 那她說 不好意思啊 Suzanne 我不是很懂得種這些花 所以已經 有些已經借了 但是呢 我都說不要緊 難道我 難道我要說 你這樣啊 那我就說 好吧 拿回來吧 我試試怎樣去改變 那於是乎呢 我拿回來呢 就真的 重新種植它 重新用心呢 去慢慢栽培它 那就是兩三個以後呢 那些很難看的花呢 的植物呢 就變得很繁盛 那我給朋友看的時候 哇哇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其實呢 就是當你用心 然後用你那個策略呢 又合這個植物的心意呢 它就很快就會很靚 很有生命力的了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祈禱也是的 當你真的怎樣去用心去祷告 今天這個馬太福音 就是耶穌教門徒怎樣祷告 耶穌教門徒不是念口說的 耶穌教門徒是用心 怎樣去體察天父的心 去出來那種祷告的能力 那所以呢 今天呢 我就在 就是講這個祷告的時候 馬太福音呢 我分兩部分講 第一部分呢 是NO 祷告不可以這樣 第二部分 YES 祷告是要這樣 是怎樣用心 那所以我們 多謝剛剛我們已經讀了那段經文 那我們不會 不會說 就是又再讀一次 待會再到那部分我們就讀了 那呢 我又很想跟大家講一下 通常呢 那些人認為祷告是什麼 為什麼要祈禱 那我現在又有 就是不是說八點呢 是一定的 可能還多於十幾個 十幾個點呢 都是那些人反應說 我祷告是這樣 祷告是這樣 那或者你們當中 都會有這樣的思維的 那我們都不要緊 我不會問你們的 我只是跟大家去看一下 思想一下 來從我開場白一下 那第一呢 就是祷告的時候呢 都是例行公事 第二 因為聚會有流程 最需要就是祈禱 那開始就祈禱 結束就祈禱 什麼都成為一個習慣 當這個祈禱成為一個習慣呢 這個是不是祈禱呢 第二 我們不常祈禱 但是我們有一件事 一定祈禱的 就是一日三餐 一祈禱坐在那裡 就好像很自然地去祈禱了 那是不是好呢 在某種角度是好 但是某種角度呢 我們要想一下 這些祈禱 是不是念口往呢 第三 就是 有些人說 我都不懂祈禱的 這個很多時候會有的 很多朋友 有很多初信的朋友就說 我不會祈禱的 我又很怕祈禱 不如你站起來吧 不如你講一些祈禱 講得很好的 我不懂的 可能有一些人是這樣想的 好嗎? 對不對呢? 某種程度是好的 但某種程度呢 是不是很著重了這個文字呢? 還有呢? 第四 就是在生活中 常常都會因為 我們要得到答案 那我們就 得不到呢 我們就心苦而難 很容易的 因為我們祈禱 就是想神給我一些好東西 告訴我 要怎麼做 或者怎樣去處理 但是呢 怎麼期來期去都是這樣的呢? 那其實呢 如果我們 我們有時候 神的心意 未必是我的心意 但是我們祈禱的時候 到一個地步 都不期了 都是這樣的 第五 就是 認為祖告是需要 屬靈領袖祈禱的 總之呢 如果牧師來我家祈禱 如果傳道人來我祈禱 或者一些屬靈人來我祈禱 家裡祈禱真的好 或者去聚會呢 找不到牧師祈禱 就好像有些失色 那這個是不是很重要呢? 還有第六 就是把祈禱 變成最後一個方法 你不要說我們祈禱的時候 真的會第一時間去祈禱 我們當我們有困難 當我們身體有問題 我想我們第一時間呢 就會上網 第一時間會有人聊天 我們未必第一時間去祈禱 或者如果你真是會的 感謝主 不過這個也是一般人 會有這樣的 這樣的祖告的形式 那基督徒呢 就覺得自己呢 生活已經很忙了 一早起床還要祈禱 我們要出門口 我們要出門口 這麼忙碌的生活裡面 把祖告等到一邊 那有時候這種的形式 就算你說 我會祈禱 我會說 我會祈禱的了 即是在出門口之前 就做過祈禱 因為這是必然的 不是呢 我就出門口出得不安樂的了 那這些好像很宗教式的祖告 都會遇到的 但是 最後一個我想問 就是 通常你們祈禱的時候 是不是為自己來祈禱多呢 大家不用回答我 不過這個是很自然的 我們當我們祈禱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求什麼 求什麼 都是自己或者自己的自稱 但是我們未必說 啊 讚美感謝主你 今天比我這麼美好的一天 雖然有難處 但是我們都感謝讚美你 很少我們用讚美感謝 或者去思想周遭的東西 來去祈禱 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會有 有個調查 有90%的人 祈禱都是為自己 和自己的親人祈禱 還有呢 我們都會有沒有 我們很多時候有自己的問題呢 就是 覺得自己 會不會可以解決到呢 這個要問你自己了 我就覺得我們的問題 是絕對很難 靠自己解決到的 所以祈禱就是這麼重要 但是這些的 以上所說的祈禱裡面呢 不是不好 但是我們要思想一下 實在這些的祈禱 是怎樣去祈禱呢 是從什麼角度 而必然去祈禱呢 那我們一起看看 頭的五節八節 祈禱的筆 那我們一起讀好嗎 讀的時候 小心點 我是找三個筆出來的 如果你自己讀完 你找到三個筆呢 那我一會兒說呢 你們就很好了 很聰明 我們一起讀 你們討告的時候 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 站在會堂和十字路口上討告 故意叫人看見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 你們討告的時候 要進你的內失 關上門 討告在暗中的父 你父必在暗中拆汗 必然報答你 你們討告 不可障礙幫人 再許多重複說 他們以為話多了 必蒙誰聽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 你們所需用的 你們天父早已知道了 有三個筆 我們看看第一個筆 就是在第五節和第六節的 我很強調就是 不要站在會堂和十字路口上討告 故意叫人向見 記住我們不要這麼公式化的討告 什麼公式化呢 其實我們又要想一想 就是什麼叫做會堂十字路口上討告 原來當時的猶太人的規矩 一到每天三次 到早上九點十二點和三點 都是討告的 那是不是不好呢 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許利的認為 但是如果成為一個公式化 一定要的時候 就會流於一個公式化的討告 剛剛我們說了很多點 那些不同的回應的討告 如果要留於公式化 不是真的出自內心 我要站了 時間了我要站了 我要出門口了 不站了就不安心了 那些就是公式化了 還有另外一個祈禱 我覺得這個我初信主的時候 我都會的 我會寫下 我一會兒特別要叫人祈禱的時候 就是回到教會要祈禱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自己寫下了 這樣來去討告 不是不好的 看你背後的動機 但是很多時候呢 我們就會寫下 或者用一些討文去祈禱的時候 但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你要看你背後的動機 背後出自什麼 所以呢 如果出自一個公式化 一個應酬 一個擔心的感覺 那這種呢 就是公式化祈禱 我們的祈禱 不可以這樣做 咦 怎麼會去到這裡呢 OK 第二個筆呢 第二個筆是大家 知不知道是哪個筆 有沒有人記得 第二個筆 第二個筆 就是不要重複 好像魔術式的討告 其實第七節說 你去討告的時候 不要障礙幫人 說得多的話 你們以為話多了 就不好了 你說得多 神就會英文你了 其實重複 說多的話呢 有時候會好像一些東方的宗教 就很自然 但都不是 背後的動機都忘記了 你自己是要奇得什麼 總之 就是會 會不斷不斷地 好像一些東方宗教那些 那些這樣的祈禱 又有些人呢 又喜歡 這個神又旗下 那個神又旗下 都說一些同樣的東西 那這些叫做呢 有錯過沒有放過 但這些呢 都不是 神不是起於這些重複的說話的 甚至乎 有時候呢 我們都希望 好像魔術式的討告 魔術式的討告是什麼呢 就是 我們現在祈禱 神你要馬上就答應我了 你馬上就要 我是要這樣說 我是期望要這樣做 你就一定要給我了 你不給我就不行了 那這個是魔術式的討告 就說你要把你的信心 這個魔術式的討告 它是信心 將神放在你自己的期望上 但是其實真正的討告是 你將你自己放在神的手上 這個就不是魔術式的討告 但很多時候呢 因為人的灰心 人的覺得 神你如果不按我的心意呢 你就 你就 我就 我就 很灰心 我也不知道怎麼相信你了 那這個就是魔術式的討告 就好像 一個爸爸媽媽 吃飯之前 不給小孩子吃糖 什麼原因呢 大家都知道 一吃糖就不能吃飯了 那所以呢 他不是不給他吃糖 但是這個時間 不適合他的時間 那我們去祈禱都是 我們不要有個魔術式的心去討告 我們要將我們的信心 等在神的手裡面 那種的討告 所以第二件事 重複又重複 就好像那些 magic show那樣 我們就是 希望神 答我 是聽我說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不應該做 不應該做的討告 第三個討告呢 在第八節那裡 你們不可效法他們 因為你們沒有祈求以先 你們所需用的 你們父祖以之道 原來 其實 你不去祈求呢 是不好喔 因為我們 就是 通常我們 一定要去祈求 神雖然知道而已 但是神喜歡我們去祈求的 但是 因為聖經在路加福音裡說 他說 我們 犯祈求的 犯尋找的 犯敲門的 神都會開路的 神都會帶領的 既然 聖經都有這樣應許的時候 我們是要說 我們不是不說 但是怎樣去從心去說 待會我們在下一半呢 我們就會看到 怎樣去從心去說 我們所祈求的東西 是合神的心意 所以 當我們說到 有三個筆 不要公式化 不要重複好像那些魔術 按理意思 去求神成就 不要不說 雖然神知道 但是要說得 有信心去說 怎樣說 待會我們可以再看 下一部分 那些耶穌教門徒的討告 其實呢 我覺得 路加福音十一章 提及到 是耶穌教門徒 做下面的主通文的 但是呢 路加福音說的 真的 很貼切 耶穌教的感受 但是呢 為什麼我要用主通文呢 因為主通文呢 很多時候 我從小到長大 去到不同教會 一有聚會 就會用主通文 我呢 其實就不認識主通文 是什麼意思呢 我已經念口 往背屬過主通文了 因為你從小到長大 就是主通文 那主通文從哪裡來呢 是從 馬太福音那裡來 所以我就 用回馬太福音的主通文 和今天大家分享 下半部分 怎樣從心裡 去 體貼天父的心討告 那首先呢 我們又看一看 馬太福音第八章九至十三節 這個就是主通文了 如果有多少人會背 都很不錯 會背都不錯 但是會背呢 今天呢 我不是教你去背這個主通文 我不是教你這個主通文裡面 有些什麼什麼 以前呢 我會教你主通文裡面 又有讚美又有代求 又有感恩 今天我不跟你說這些 今天我來跟你說主通文裡面 後面那個神的心意 教我們怎樣祈禱 那我們先讀一讀 當我們讀的時候 又去看一些 求神的心意 教我們怎樣 心意根深去討告 有三樣的 好 我們一起重讀這個主通文 好嗎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陷 願你即止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天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我們遇見思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 權並榮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阿末 這個主通文呢 很有趣的 就算未相信耶穌 一些武道的朋友呢 他們都很喜歡讀這個主通文的 當我教他們 如何祈禱的時候 所以這個主通文呢 就很有意思的 但今天不是教你這個主通文的內容 我們怎樣祈禱 我教你用心去領受這個主通文 耶穌教門徒的心意 是怎樣去討告的 三個心 天父的三個心 你們就用這個來去 你去運作 你去操練 你去日後去練習 那我現在都在學著的 不是說我現在讓你走多一步 不是我完全能領受到 但是當你領受到 操練到 這個是好得無比的 那其實呢 又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主通文的大綱 是有兩部分的 很多時候你都會聽到 第一部分 就說到與神的關係 那就是有三個縣 第二部分 就說到與我們自己的關係 與神的關係 與我們自己的關係的討告 那這個又對的 因為日用的飲食 那些沒有遇見試探 日常的生活 各方面 那這個是對的 這個大綱你要懂的 但是我們不是看大綱 我們是看心意 但是還有一個點 我要給大家記住的 當留意到主通文是甚麼 我們 不是我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這個基督徒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都要明白這個 這個土文的心意的背後 這樣去祈禱 不是只有我 不是只有我自己 而這個我們也要告訴我們 當我們要祈禱的時候 不是為自己來祈禱 為世界 為未信 為教會 為社會 為政府的決定 甚至乎為國家 或者現在最近為選舉 等等的事情 這個我們呢 陷襲著我們的基督徒 還有我們周圍的需要 以致到我們能夠更加入心去祈禱 我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入心去祈禱 一日到晚你都會有祈禱 你出街都會見到一些需要 心就觸動去祈禱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我們 接著我們就講下去 我們就講我們三個 三個心給大家知道 待會我們會解釋一下 那就是三個天父的心操練 是在第六九節 如果一開始是什麼 我們在天上的父 就是說我們現在祈禱 是跟天父講 我們如果跟天父講的時候 我們要先明白天父的心 如果我們明白天父的心 我們祈禱這個統文 反映了有三個東西 是明白天父的心 那我們就 其得更加用力 更加真實 更加有這個passion 第一個心 就是專注基督的心 Focus on God 第二 Faith to God 向神的信心 第三就是 Forgiveness from God 得神寬恕的心 這三樣的心 第一個心 大家看看 留意一下 第九節 我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圓人都尊你的名凡聖 圓人都尊你的名凡聖 圓你的各個臨 圓你的知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是說到我們的天父的心 欺願意 這個就是神的願意 這個就是神的願意的心 圓三個圓 接著結尾呢 到最後 因為角度 權命榮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遠 都是神的心 去讚美神的角度 讚美神的榮耀 包住了那個主徒文的 所以要記住 這個專注神的心 就是在我們討過裡面 有沒有以神為中心 專注他的心意 專注他的心意呢 是什麼心意呢 在三個願望裡面 我們就看到了 我們一起看完 三個願望就看到了 再按多下 第一個願望就是 就是在天上的父的名為聖 他說願我們天上的父的名為聖 就是說期望更多人 認識我們的天父 就是更願望我們都要認識 真正認識我們的天父 上帝神 我們也期望周圍的人 都認識我們的天父 我們的神 第二個願望就是 願你的國降臨在地上 我們願天父的國 國是什麼呢 願天父神的主權 王權 在我心裡面 首為 成為我心裡面的主 是我 對基督徒來說 亦願意 我能夠將這個需要 帶到周圍的人 都能夠成為一個認識主的人 成為主 以主為生命的 為首的一個 生命的轉變 還有第三個願 就是 第三個願就是 是 願你的子 成就在地上 其實神的子 很簡單 就是當我們祈禱 尊重於神 天父的心 的時候我們就 哇 這麼多人認識主 我們的生命的目標 不是為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以神的主權 在我們心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目標就叫 更多人 認識耶穌 認得著福音的好處 大使命就是我們人生目標 我們的生命能夠成為 一個人 傳福音是我們 大使命是我們人生目標的時候 我們更加領導更多人 去成為 他生命的目標 以大使命為主 所以 這個 focus 專注神的心裡面 神的心意 是實踐大使命 為我們人生的目標 能夠使萬民得進入神的角 哇 好得無比 使萬民能夠得進入神的角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在整個討告裡面 我們去討告的時候 我們為自己是一定 我們不是為自己日常的需要 我們首先為 我們自己能夠將我們生命 等在神的 等在我們生命的手位 然後將我們能夠做到的 能夠向周遭的人 分享神的福音 而且更加可以的話 我們更加能夠 就是用我們的生命去見證基督 這個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們在討告裡面 可以去討告 當我們討告的時候 我們讚美神 你能夠在我生命裡面 改變我今天成為基督徒 我讓你能夠看到我周圍 隔壁鱗舍未認識著你 我的造工的朋友沒有 我在街上見到的 很多我經常見到的熟悉的面好味 求神你幫助 聽到新聞 這個世界這麼混亂的 神啊你真的在當中祝福他們 讓你的子義成就 當你用這樣的角度去祈禱的時候 有為自己 但是闊到能夠滿足神的心意 專注在神的心裡 我們就不需要 能夠太過 即不知其什麼 其實就不用作文章 當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你的討告就很豐盛 你也不需要說 我早上起床就做了 你其實在生命裡面 每時每刻都操練到這件事 第二個 Faith to God 向神的信心 因為神的信心就是 路加福音說得很好 他說 我們日用的飲食 願你天天賜給我們 他說我們日用的飲食 天天賜給我們 但是主通文迪馬太福音就說 今天賜給我們 其實神是每天都會賜給我們的 我們不需要擔心的 他在第四節 路加福音說 不要讓我們陷入試探 但是馬太福音就 遇見試探 其實在原文是陷入的 即是不要遇見就撞到 其實陷入就不要讓我們 踢進試探的當中 那怎樣叫做 向神的信心呢 我們看一下 當我們向神信心 有剛才我給大家看的 兩個求的時候 其實兩個求呢 不是求了算 其實你要不要求 耶穌你今天 神啊你今天就給我吃得飽 你今天給我吃得我喜歡的東西吃 或者叫我 即是很多東西我們求 其實這樣求呢 只不過是按我自己的心意去求 但我們如果去求 是真的實踐按神的心意去求 我們日用的飲食 我們不要陷入試探的時候 那就是實踐到的 第一 實踐到這個我日用飲食 今天你賜給我來 或者天天你賜給我來 我知道了 你會給我來的 我不用很特別 每天都講那麼多 有這樣有這樣 但是我們要操練 告訴神 哇神我現在出門口了 我們現在要去到這個 我的工作 我去到我生活裡面 我知道你會供應的 但是我要帶你去我生活裡面 你要我同在 那我呢 做得不好 我有什麼 吃 就是我呢 很多時候 就很感恩的 因為 耶穌經常跟我一起 我就會有害怕的時候 我就 哎呀耶穌我現在 很擔心 特別呢 我很餵食的 我想大家知道 我也講過很多次 那我很餵食的 我要吃些 就是我 特別我去柬埔寨的時候 我就 勿命吃 但是有 就是 什麼都吃 那吃得多 我有糖尿病 那但是呢 當我帶耶穌入我生命裡面 在我生活裡面 那我吃東西的時候 不是念口往祈禱 我就說 耶穌你幫我切祭了 我 我聽你的話 如果我有這樣跟耶穌一起 那 耶穌就會幫我 提我 我真的不敢吃那麼多 我是很貪吃 但是我就 節食一些 但是呢 譬如好像 我日常生活裡面 我跟耶穌一起 我煮飯 我不是很會煮東西的 那耶穌跟我一起去煮 那我祈禱 雖然說 耶穌幫我煮好一頓飯 記得煮得不好吃 那耶穌都知道 你不懂的了 那你說都是不重要 還有耶穌在一起 耶穌你跟我一起 這些都是祈禱 那就是記住 我們日用飲食 今天每天的需要上 我們都要與耶穌同在 那這個就是實踐中的討告 這個就是信心的祈禱 第二呢 還有一個求 我跳了一個求 你不要讓我遇見陷入試探 因為那些惡者很容易攻擊我們 我們很容易 因為有些不開心 我就會生氣的 尤其是有時候 我不知道 我就不會的 不過有些人不會的 駕駛如果有些人擋住你 那你就會很兇 想罵人的了 或者那些人呢 看到他 你這樣駕駛的 那你又會說 但是呢 我就覺得 如果你每天 在你日常生活裡面 你告訴你 耶穌你跟我同行的 不用之後早期的 你就駕駛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駕駛的時候 神啊 我都很怕駕駛 但是你跟我一起駕 那你就會幫我避過一些危難 那真的會 那神真的與我同行 那就是說 我們無論 我們怎樣去 向神有信心 這個心去祷告呢 就不是念口我 說你幫我 不要陷入試探 你不要給我日常生活裡面 就是你要幫我這樣 給我這樣 這些東西不需要 但是我們要真真正正 在每天與耶穌同行 同在的時候 祂能夠幫到我們 祂真的在當中實踐 就是我不要 早上站一趟 那就不帶我們 神不帶我們 因為我經常說 耶穌的意思 因為耶穌走過 人生的道路 祂最提醒 到我們的軟弱和心智 所以你能夠這樣 去帶來耶穌和你 同行同在 相信 你那個討告 完了 哇 真是很覺得 心靈都很喜樂 你心裡面都不會懼怕 心裡面都不會擔心 因為一切都有神的保護 保守 裏外都有神的作為 在當中 因為我們每天每日 與神同行的時候 聖靈都在我們心中 做提醒的工作 所以第二個心就是 向神的信心 好了 到第三個心 第三個心 第三個心就是 得神歡恕的心 在馬太福音十八章 有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我覺得 在我早兩個星期的靈修裡面 我聽完都很棒 很適合我今天可以用來做例子的 他就說有一個僕人出來 遇見他一個同伴 這樣就欠他兩銀錢而已 他就打他 砌他 就叫他還錢 那他還不到 於是乎就帶他下牢 等他就可以懲罰他了 等他還錢 那麼他周圍的人看到了 那就走去告訴這個僕人的主人 你這個僕人是這樣的 這個主人就很生氣 這個主人就說 哇 你這個惡奴才 你那時候欠我的錢 我都免了你 為什麼你今天 你要去打你的同伴 你這麼沒有連率的心 其實這個比喻是告訴我們 你們聽 你們各人 你們怎麼去寬恕別人 你天父 又是怎樣 你要去知道天父 必不會射免你們 其實主要這個寬恕的心 其實我們得神的寬恕的心是什麼 我們已經得神了 在我們的食著主耶穌 我們的罪都失射免 所以我也很喜歡 路加福音說的 他說 願你謠說我們的罪 但是就好像馬太芬說 如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債就是罪了 耶穌的保月洗淨了我們的罪 寬恕了我們 我們今天為什麼不可以寬恕別人呢 但是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我們很多仇 我們每天都要認罪 我們每天的討告裡面都要認罪 因為認我們自己的罪 不好的仇 我們看出父神寬恕我們的心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去寬恕別人的心 行不行呢 其實這個寬恕這個題目很大 就是今天我們又沒有時間去詳細說 但是我告訴你也可以的 當你願意當你去審冊今天 我也很多時候曾經跟大家分享 每晚我都會去神面前認罪 因為神寬恕了我的不是 但是每天我們都會有很多攻擊的 很多挑戰 很容易陷入一個罪當中 就是我們有時候都會很容易生氣 很容易問 我最近都發現 為什麼有一個人 真的很… 即是說些話 總是可以整天都追著我 但其實不是的 那我就突然間聖靈看視我 你不應該這樣想 我要認罪 我要悔改 那我就甚至乎 我要對這個人 不要這樣去思維 因為你覺得他這樣 是不是這樣也好 我求神 你要我幫助我寬恕這個人 寬恕人 都是從討過開始 就是因為 很多時候你不寬恕人 你生氣的人 或者那個人得罪你 你真的可以生氣的 但是人家不知道你生氣的 還有你有時候生氣的 生氣到心裡都不舒服 那你也是犯罪的 因為父神都要說我 為什麼我要這樣生氣 生氣也是不對的 我們都要認罪的 所以其實 這個得神寬恕的心 不僅每天我們討過 要認罪 認自己的罪 更加要學習去寬恕別人 如果心裡覺得 有些人 你真的看到他的樣子 或者看到他的照片 你都有一些哭哭的感覺 你就去祝福他 你在這個討過裡祝福他 祝福他 生命裡邊有神的保守 帶領許命而信主 祝福他 能夠認識神 何等美善呢 這個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是一位導師 他就教我 你去祝福的時候 祝福你一些 你心裡很不高興 或者有些你生氣的人 很容易你就會脫掉這種 寬恕的心 很容易你就會 有這個寬恕的心 不是脫掉 有這個寬恕的心 那你就會慢慢跟這個人見到的時候 你都會有關係和好的 那我也在學著的一樣 所以呢 我們今天說這三個心 你怎麼祈禱都可以 當你讀到主通文的時候 你必然要記得這三個心 這三個心 這三個心裡邊 你只要去用到這三個心的動力 你用主通文也可以 你扔下主通文 你自己去祈禱也可以 日頭早上祈禱也可以 整天去操練也可以 晚上討過也可以 是嗎 第一是嗎 專注神的心 當你越專注神的心 以神為中心 去走你的人生的道路呢 你是會滿足神的心 而成為一個 讓更多人認識神的一個 一個好的見證 而當你生命裡邊 能夠有衝擊 有憂慮 有擔心 甚至每日你都很不知道 你每日能不能夠做到 神所喜悦的事 或者做到你身體上面 需要控制的事 或者性情上面控制的事 你要向神給這個信心 與耶穌同行同在 當你每日能夠去認罪 求神寬恕 當你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神已經寬恕了你的罪 但不表示你每天不去操練 對神給你的寬恕的心 去認罪的時候 當你是這樣的時候 你更加會學習去寬恕人的心 寬恕人對你不好的心 那你慢慢就會去操練 你就會能夠體貼到 原來這個天父的心 我要去操練 就是因為我們明白天父的心 在主同文裡面 就帶領到我們 心意根深的託告 所以我盼望送給大家的 不是一個理念 不是一個道理 更加不是一個念口往的主同文 我盼望能夠送給大家 和我一起 即是當我和你說的時候 如果我自己做不到 我都不可以和你們分享 是和我一起去經歷 在土裡去學習天父的心 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主要我們感謝讚美你 因為你讓我們從第一天認識你的手 接受你成為我生命的主一手 你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要體貼天父你的心 讓我們的生命成為神 你美好的見證 讓更多人能夠認識你 明白天父你的心 主要真是幫助我們 每天每日 在我們的託告的生命裡面 都能夠與耶穌同行同在 來去向神有這個信心 神真是幫助我們 其實我們是何等樣的人 我們每天都會很容易陷入試探 陷入惡者的攻擊 但你都是每天每天 當你聖靈看事的時候 我們能夠心裡面能夠悔改 能夠認罪 我們願意我們這樣去體貼 周圍 我們對我們 或者我們自己覺得是不好的 或者是我們很難寬恕的人的心 幫助我們能夠祝福他們 還有我們知道這個學習的過程 是需要神你繼續使用這個主統問 這三個天父的心 繼續幫助我們 以至到我們每天每日 我們的心是連著天父的心 你去實踐 你去同在 你去同行 我們感恩套告 奉主命祈求 阿門 好 遠神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